B龙比赛稍后播出 好情在天谁能与我争奉 清风在手谁能一剑吐龙 重远出路防险英雄奔色 武林风起四当集团相合 长剑八万里 恒隔天地间 下骨傲齐 下骨人陌气 这世有神风 重迷些胸中 豪荡英雄气 赤炸武林风 豪荡英雄气 有请武林风主持人郭成东 大家好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宝岛电子车 冠名的武林风 我是郭成东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河南城体育馆 大家晚上好 从我们追到泰拳的那一刻开始 在中国举办过无数次的中泰对抗赛 但是我敢说 今天的泰坊代表队是有史以来最强悍的 因为泰拳世界70公斤级的王者波球 和被泰国五大媒体评为最佳泰拳手的献猜 也将在今天泰坊代表队当中出现 很多观众可能对波球和献猜在泰拳中的地位不是很了解 我给您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吧 波球和献猜在世界格斗界的地位 就好像是明歌里面的宋祖英 跑车里面的布加迪威龙 主持人里的郭晨东一样 具有代表性 谢谢 谢谢 那么随着武林风在四雷大 今后还有更多更优秀的国际级的选手 登陆到这个舞台上 和中国武林高手以武会友切磋技艺 让我们不断地和高手对阵 在胜利中自信 在失败中成长 有请本次中泰队抗赛 太风代表队出场 你现在看到的是本阶中泰队抗赛 太风代表队成员 他们将是有史以来登陆中国 以中国共互对阵的最强悍的太风代表队 他们分别是男子68公斤级 布 波帕姆 65公斤级 献猜 波帕姆 波帕姆 男子气质攻击级 波球 波帕姆 男子气质攻击级 麦神猜 我们在体共中的甲的欢呼声送给他们好不好 现场的很多观众朋友们 他们都是波球或者是献猜的全迷 但是我相信当中方代表队出场的时候 我们还会自发的给他们更加热烈的展开欢呼声 因为我们期待着他们能够胜利 是不是 有请中方代表队 他们是男子68公斤级 邵祥宇 男子65公斤级 王伟 女子52公斤级 韩家 68公斤级 杨卓 男子70公斤级 叶超 男子70公斤级 徐妍 男子70公斤级 伊龙 再次用欢呼声祝他们经历好运好不好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河南卫视 我们所住的位置是河南人体育馆 有史以来最强悍的中赛队抗赛 即将为您送上 帅气拨球上演王者归来 花式拳王 怪招 阴招平出 武僧一龙为凶道愁 血洒擂台 7月3日7月10日 让我们共同分享中泰景 泰拳的泰国是一个非常普及的运动 他们在晚上大家吃宵夜的时候 旁边的这个 就会有这个擂台 有小孩的比武 成年人的比武 所以我们通过不断的和抢手过招 来公布自己 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 在胜利中自信 在失败中成长 那么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名泰拳手 在泰国有着鼎鼎大名 他甚至在专业圈内的名声 已经超过了拨球 那么他被泰国五大媒体联合 称为泰拳最佳泰拳手称号 30岁 1米65身高 162站 140胜 19步 3平 我们用真经百战 来形容今天到场的每位泰拳手 都不为过 甚至用百战百胜来形容他们 也不为过 有请 游士尼达泰拳 65公斤级 天才拳手 现穿 不怕木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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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在 你啊 你啊 就是自然界的 歧音 生意有足利的 等於自然界也不像 神經病 现猜波帕姆今年30岁 1米65身高 被泰国五大媒体联合 颁发为 评为最佳泰拳手称号 战绩162战 140胜 19步3平 那么他同时也是 目前泰国五个级别 金腰带的得主 而且他马上要和泰国 其他两个级别的冠军 进行车轮战 所谓车轮战 就是在一场比赛当中 分别对阵两名金腰带得主 和这名泰国有史以来 最天才的 65攻击级运动员对阵的 是2010年 全国锦标赛 继军得主 在武力风四战全胜的 王伟 我是王伟 第一次和泰军手交锋 就遇到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我喜欢这样的比赛 很有挑战性 我一直在积极地备战 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我期待的比赛终于来了 为我加油 我先继续 王伟晶23岁 来自河南 1米76身高 最新成绩 2010年全国锦标赛 男子625公军级继军 武林峰目前战地 四战全胜 比赛 现在开始 掌声鼓励 好观众朋友们 现在大家看到 这是我们进行的男子 615公斤级的中泰比赛 王伟 今年23岁身高是1米76 这名选手呢 比赛经验比较丰富 代表过这个中方 参加过这个中美比赛啊 中一比赛 包括中日比赛 而这个 太方选手 剑猜郭霸姆 刚才利用一个 我们很少见的这种推法 我们说你是要千公关吗 又不是千公关 你说这个 投赛三军 与我都是很像 这是很像我们在 我们目前武林峰就在大家当中第一次见到 只像那种千公关的那种 推法 故意往上砸 但是像这个 现拆这种 呃 推法 我还没第一次见 呃 先拆波巴姆呢 今年30岁身高是1米65 162战 149 19 不 三别 他在 泰国啊 五大媒体 联合颁布 他是目前最佳的泰拳手 这边选手呢 我们从第一季度赛可以看出 呃 他打法啊 非常的这个 灵活 而且他的 呃 现场的表现意义非常强 很擅长表现 他这种表现意义目的 是在 怎么说呢 是在迷糊王伟 但是王伟今天很聪明 我不跟你拉开距离 现在我身后必须高出这个12公分 但是我如果拉开的话 你的这个低操水晶发挥秘力 当你在的时候 突然近身 因为王伟的这个后手拳速度是非常快的 哎 他就利用车穿呀正增空找距离 然后再利用他这个后手拳 现在这个线拆被王伟的后手拳也是给振服住了 水平鼻子 线拆被泰拳 计为最佳的赛选手 那在当地 莫有胜 是两个基本心腰带的互动 水平相当高 也可以是 也可以说 目前我们进行的中赛比赛当中 水平最高的一名泰拳手 而王伟遇到这种选手 对它是一种挑战 现在今年30岁 但是比赛经验相当丰富 相当老道 他非常会 我们看他控的比赛就是首先要防 然后找机会 来挑逗这个王伟 李景平在赢倒计时 今天王伟的防守非常的成功 漂亮 一 帅气拨球上演王者归来 花式拳王 怪招 英招逢出 武僧一龙 为兄报仇 血洒内台 7月3日 7月10日 让我们共同分享 中赛景极较量的精彩 我正在找到 我看你的 小日 大乎 当你 在一直未经过 在你 未经过 我 在马车 中赢 美 尽 人 一 我们看到这个县拆啊 在美军比赛 刚要跪拜他的这个 天神也好 这是一种信仰啊 他说上帝能给我一种灵气 给我带来一种福气 哇 现在观众会看到 我们进行的中赛比赛 男子六十五个厘米的第二个厘米比赛 同王是王伟 今天只有二十五个厘米 七六 王伟就这对战非常的漂亮 速度很快 王这名运动员啊 这个特点就一个是移动快 再一个 他今天对于这个 限拆这种打法 很有真正性的进行的准备和训练 一样 在对方出这个低操的时候 我把距离突然间靠近 这样低操对这个 发力点不对 这第一 第二 我利用我这个全马速度快的特点 毕竟我竟然打你 因为我实在比你高 比你高出二十个分 你看 所以王伟在对这个 限拆的比赛的战术 打得非常的英雄 很聪明 打得非常的聪明 所以说 在两大圈中 反打和泰拳的抵抗当中 不是说 中共反打不行 而是你看 你用一种什么战术 很有针对性 但是在第二次比赛 我觉得王伟打得保守 不如他第一 打得能够放得开 还有点保守 所以你要针对泰拳的这种 技术特点 有针对性的心灵 和战术车道 你看 真要逼拳的话 王伟根本不出一大方二十 有一定的优势 我们看到 现在是个左撇的选手 他的后手拳是个拖手 哇漂亮 要拳队要组合 不要因为的 就要出拳 今天这个 红王 王伟的比赛行动 长得非常的不错 他今天的战术运动 非常的合理 所以我们在看 这个中赛比赛的时候 不是一味的看 谁是推发好 不是的 我们在比赛当中 要看 双方的技术 特点战术的发挥 因为两个人 代表着不同的 武术的拳法 一个是泰拳 一个是练中国散打 不同的拳法的人 高水平的拳手 带去最高 你像那个 现在可以说是 泰拳手在男子 又15公斤级 这个级别当中 是全国的冠军 顶级高手 被泰国五大媒体 评为最佳泰拳手 而王伟呢 尽管他今年只获得了 2010年的 全国三大紧高赛的 季军 这第三名 但是这门选手的 特点比较鲜明 苏泰 推发好 大法 零我多倍 看 那么在第二局 现在王伟呢 这实际是 他这种保守的 保存体能力的打法 他也知道 泰拳手在第三局 会发起猛攻 我把体能力 如在第三局 开始击如暴雨式的进攻 发出自己的特点 那么第二局 张王可以说是打平了 吃你就打平了 那么最关键要在第三局 看谁能赢得最上比较胜利了 他是中国演艺圈中最勇猛的重品 八年的专专业团感生涯 造成了他光与真的台湾 银幕硬汉张孝军 挑战武林公司的人郭成东 娱乐界明星 最不计后果的阅气行动 2010年8月时 张孝军对战郭成东 格兰省警察 最不计时的关注 全体集合 我们看到这个线拆 现在帕铺某呢 又有他的这个习惯的这个 开会的这个动作 观众观众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 男子65公斤的第三局比赛 同防完尾 蓝方 这是现在帕铺某 双方第三局比赛 明显的比赛节奏加快了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 双方动作在第三局 要KO对手 这是这场比赛的高撑 那我们从这个比赛开场来看 今天这个线拆 他没有想到王伟的水平这么高 他有点轻视 藐视王伟 尽管你是全在泰国 你是男子65公斤的冠军 而且被泰国无大魅力赔为 最佳泰选手 有很高的知名度 但是今天你在河南生体育馆 碰到了中方选手王伟 这名年轻的小将 你能不能赢得这场比赛 那么关键看第三局了 我们看到 现在打的圈里放松了 他在不停的在这个祥顺比赛 我们场台旁边说不要拉卫生 哦 因为在比赛当中 不用你拉卫生 做一种防守动作 双方在第三局的开局打得不错 很有气势 但是现在进入了中盘 看看双方圈怎么办 能不能再逼进去 哇 车外疯怒对方 你要到 今天这场比赛 现拆的低扫嘴 威力始终没有发挥准 不然的低扫嘴 包括他的西法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他那个探拳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是为什么 主要是王武 公正的非常好 一个巨战狗战一个 自己的拳马发挥出来了 带到自己的比赛节奏当中 所以这场比赛就非常的好看 我的特点发挥出来 而你的特点被一直 先去不看 要是那个先去拳 这样王武越打越勇 所以说 两大拳种都依靠 就看你来抓对手的弱势在哪里 你的距离感 比赛的节奏感 实际的把握 将决定比赛的胜负 泰拳并不可怕 只要你研究 研究透了 采用反打的这种 优势的技术动作和特点 是完全可以对抗的 我们听到这个王伟的这个教练说 要打后手拳 要打后面 打墙进攻 已经到几时了 这场比赛确实很精彩 王伟打得很勇武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员 三十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员 三十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员 三十比二十九 比赛结果 红方胜 有请泰国波帕姆拳馆 创始人波帕姆先生 为获胜方颁奖 同时王伟将获 新共五指太阳能提供的手机一部 感谢观点嘉宾 在台下观众都说 王伟打 对手很强大 之前有没有觉得心里会有一些压力 对手的经验非常老道 非常粗 打到第三局的时候 他开始抓我的空刀 你之前想过能赢他吗 有这个自信 希望大家支持五林峰 支持我 我会给大家一个 展现的 不一样的我 我会给大家看 在那里 这个 我 不要 我 你 你看都化好看 看好看